也就大家想这个赶早不赶晚什么意思呢 首先你说咱比方说判断一个发球 咱早也不需要早到人家引拍子的时候就判断 我们早要早在哪里 对手在即将发球的时候 他的动作已经在挥出来在即将出球的时候 咱们开始判断 为什么要稍微早一点呢 其实大家要知道 每位球友包括每个人 他一个反应他是需要时间的 就像你看我们现在的反应 对于我来说 很多反应已经成为下意识的一个本能的反应 但是对于大家来说 你们一定还需要有一个更多的反应和判断的时间 那所以说大家要学会提早判断 赶早不赶晚 其实对于判断这件事 我其实就想说的就那么多 要学会赶早不赶晚 而不是说判断的晚了之后 或者说你想卡着那个点 你很容易来不及 真的是这样 好吧 反手拉下旋 相持多了就乱 很多球友说相持多了就乱 为什么乱 其实你看 来你现在给我发一个拳台的不定点 给我发个拳台不定点 我给你们学一学 相持为什么乱 来我给大家打一个 第一种 大家在猜球 你不是在去判断球 你看我要判断 我判断就不会乱 大家是什么 去猜 那你就会乱 第二种什么呢 大家为什么相持的时候会乱 你看看 我再去打相持 我眼睛在判断的时候 我的人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的脚一直是在动着的 但是很多球 你有没有发现 大家每一板球 他脚下的动脚是什么呢 他打完一板 先停下来去判断 等判断到下一板球 他需要去动脚了 他再去做出移动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大家总是打一个停一个 需要动了再动 不需要动了就站在原地打 这样的话是错误的 其实我们的脚底下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咱不是说脚底下的步伐要跑动的多大 范围要多广 我觉得最需要把握的一点就是你的脚下的这种跑动 要具备连续性 这个连续性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还原 打完了动起来 而不是说打完了站在那里 所以说很多球 你不要把脚下的这种动脚 是有觉得球位置偏了 你需要做出一定范围的移动 才需要动脚 其实还原也需要动脚 球没有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保持动脚 所以说这个脚 球没来的时候原地动 球来了之后 在不同的位置再去做出移动 所以说前两天也给大家说过了 你们脚底下就是打完球先站那里 先停下来 球需要做出移动了再动 这样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这个问题在前两天 已经给大家陆陆续续说过很多遍了 卡 声音断断续续 这样的吗 我说应该不卡吧 大家你们听着现在感觉 感觉卡吗 这个声音 没有吧 我这好像不卡 对啊 我这边好像听着也好像好好的 怎么这边有球说这个卡 没有那不卡就行 天天吓唬人 好不好 那我现在就继续讲课 下午一沉冷汗 我还以为又白忙活了 好不好 那我今天晚上的这样 咱们这个今天晚上有点特殊情况 小孙呢 一是今天刚接了个活动 所以说开播时间比较晚 再招待客人 然后呢 等一下 我们可能也需要早点下播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可能会稍微 把这个讲解技术的时间 适当的有一点缩短 大家多理解一下 当然我依然会保证 在有效的时间内 给大家做出这种 讲解上面的干货 好不好 刚才卡是吧 现在好了 OK 现在呢 我们开始讲解 那今天晚上给大家去讲解内容啊 在于大家在去练揭发球的时候 搓球的一个训练 其实我觉得好久没有给大家去讲搓球 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球友 你可能更喜欢练习反手的拧拉 对吧 一些所谓先进的技术 但是大家如果说 我想问问你们身边有没有一种挡派 叫铁搓挡 铁搓挡 什么球都能搓 什么球都给你搓得挺赚 你还不好骑板 你还不好拉 你搓吧 你又搓不过他 你就很难受 打起来很笨动 看起来对手好像没有对于你有多大的侵略性和进攻 但是呢 人家的搓球 既不吃你的发球 还能很大程度上去限制于你的棋板和抢弓 所以说你就很难受 你抢弓抢不出来质量 对手防你两板 赢了 是不是说有的时候说有倒的倒的也铁搓特别厉害 对吧 所以说我今天今天开播晚了 九点半才刚开播 好不好 所以说呢 今天晚上我的任务就是给大家再去聊一聊搓球 那首先呢 对于搓球这个问题啊 我是这么一个建议 首先第一个搓球上面很多球大家要知道 咱们搓球作为基础的球来说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不能说基础所有的 第一种是什么呢 叫往前下方搓 第二种搓球的方式叫横向的搓 什么叫横向的搓 比方说来发一个下询 比方说这个叫撇一板 撇着搓一板 或者说怎么办呢 勾着 往外搓一板 其实我们有纵向的发力 在比赛当中也会有这种横向的发力 所以说在搓球当中 大家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 你要做出的一个调节和改变是什么呢 你的发力的方向 跟你球拍的状态一定是一致的 比方说 如果大家你们现在去做的是相对于基础的搓球 你的动作就是往前下方去搓 那你一定就要注意一个问题 你搓球的动作是以前下方的发力 也就是一个纵向的发力多的时候 你的球拍的握拍的状态 也要保持什么呢 也要保持纵向 也就是你要做到板头朝向前下方 板坝朝向后上方 咱不能怎么办呢 你看发力方向是往前下 纵向的发力 你的拍子是怎么样呢 板头一个朝左 这个板坝朝右 咱不能这样做 但千万不要这样做 很多球反手搓也是这样 你看 动作是往前下的纵向发力 你的球拍是这种左右的横向球拍 横向状态 这种搓球的话 你很难控制的好 且很难加的上转 明白了吧 所以说大家你们就记住一个原理 拍子纵向的时候 也就是板头朝向前下方 板坝朝向后上方的时候 这种适合搓什么旋转 搓下旋 也就是你想搓出去的球 是想搓出比较转的下旋球 那你可以这么去做 sorry sorry 我的我的 看到了吗 这个下旋过去的球就会很转 那什么时候 适合拍子这样横着呢 比方说我们想去撇 因为我们撇一板搓球来发一个 这个动作是属于什么 这种撇着搓 或者勾着往外搓 这种搓球 是搓出了一个侧下旋球 是有侧弦的 所以说你行程想去搓一板 侧弦球的时候 你的板子要怎么样 动作横向 你的拍子 也要学会横向去搓 看到这种感觉吗 来你看看啊 我现在想把下旋搓软 只搓下去 我就要有一种掉腕的状态 发力方向 是往前下方的纵向发力 那我的板头和板霸 球拍的状态 也应该是什么 前后纵向 反手一样 你看 我想搓出一个更转的下旋 既然我的发力的方向 是往前下方的纵向 那我的拍子的状态 你看我是不是会掉腕 板头朝向前下方 这样才能去把这个下旋去搓转 直拍也是 但不能怎么样 不能横着往下搓 掉着 你看 掉着往下搓 那如果说我们想去拉一板呢 撇一板或者滑一板 你看拍子横向 动作也横向 我的我的 包括反手呢 拍子横向 那你再去搓球怎么搓好搓 你看 横向发力 比方说现在去拉了一板 搓了个什么 搓了个左侧去 所以说大家你们一定要记得 搓球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重视好 你的球拍的状态 纵向 纵向或者横向 和你的发力的动作的方向 纵向 还是横向 要相互一致和匹配 你一定要做到相互一致和匹配 而并不能说去怎么样呢 来 大家看 错误的 横向的球拍状态 纵向的发力方向 这种就搓不好 这种你就使不上劲 或者说 纵向的球拍状态 横向的发力方式 你看 你看着就不协调 你也搓不好 反手一样的 是吧 你不能纵向 掉腕的发力方式 你选择怎么样呢 横着搓 这样不好搓 对不对 你也不能怎么样呢 横向的球拍状态 纵向的发力方向 你好像感觉大问题 它是没有 但是你想把这个球 真正的去控制好 搓转 搓出你想理想的效果 在比赛当中 既能够加上旋转 不吃发球 还能够限制一下 对手的进攻和起板 你做不到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朋友们 所以说 你要先要做到的一点 就是你的发力的时候 搓球的时候 球拍状态和发力方向 是否一致 你做到这一点 你的搓球才能使上劲 它才能够协调 能够理解的弹幕上 666扣一步 你这一点做不到的话 你想把搓球搓好 朋友们太要命了 不可能的事 明白了吧 你是绝对发不上力 你一点劲都使不上 你放心就好了 好 那咱们再去说第二点 大家你们再去搓球 咱们今天散心不谈白短 咱去说批长 批长的时候 很多球友是特别容易 怎么样呢 一发力啊 他就搓失误 来我给大家搓一个 你看很多球友这样 一发力搓的时候 你想搓转 你想搓长 你想搓得有劲 但是你会发现 莫名其妙的下往和出界 所以说导致有的时候 你搓球不是你想去碰 而是说你感觉你一搓球 只要一加力 想搓长 你控制不住这个球 所以说你不敢使劲 有这个问题的弹幕上打个有次 好不好朋友们 有这个问题的弹幕上打个有次 好吧 不敢使劲 你一使劲 承受失误呀 所以说你感觉很难去控制它 我跟你们说一说 这个批长当中 大家容易存在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 很多原因啊 大家看看哪些是你们的 第一个 大家在批长的时候 你一定是想加力 你一定是想加转 对不对 你想加转的时候 你会一种错误的发力方式 就是靠手腕的力 它这个跟发球不一样 你比方说我现在发球 手指手腕有个充分的转动 那这个球我可能会把它发得挺转挺拐 但是如果说搓球的时候 你有一个发力的手指手腕的转动 这个球就特别的不受控 并且你如果劲儿是多了 你会有种什么感觉呢 从球的底下去挖球的感觉 你很容易有这个感觉 就从球的底下 去瓦球 去铲球 包括反手 你用手腕用多了 容易有这种铲球的动作 包括直拍 很多想加转 他这么加 他这么加转 所以说你一加转 这个球就不受控 大概你们要记着 搓球时候的这个加转 他靠的是什么 对于手上来说 他靠的就是我们手上 有放松的握牌 再到触球的过程当中 瞬间握紧 有一个瞬间抓拍子的感觉 也就是通过抓拍子 给球产生的强烈的旋转 和摩擦 来大家去看一看 你看我手上的加转 有没有感觉 我可能手上 就一种什么 瞬间一哆嗦 你看是不是瞬间一哆嗦 sorry sorry 是不是瞬间一哆嗦 瞬间一哆嗦 你看 反手也是 瞬间一哆嗦 瞬间一哆嗦 这就是一个瞬间的抓拍感 你千万不要要的是 像发球那种加旋转 或者拉球加旋转 手指手腕 大幅度充分的转动感 你要少 甩动感也要少 因为这种加转 它是能够让你加上转 但是它会让你这种台内的小球 变得极为的不受控 所以说你力量可能发了 旋转也强了 但是你上不了台 明白了吗朋友们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大家你们在去搓球加转的时候 你要记得 这个转 包括这个球质量很高 是建立在你能合上力 什么叫合上力呢 包括咱们搓球的时候 你想批长 你想去批出好的速度 和突然性 来我给大家搓一个 你看一看 带你们去看一看 我搓上台的 跟没搓上台的原因在哪 你看我搓上台的 这个不算 现在做的是正确的 咱们在做错误的 你看朋友们 你觉得问题在哪 朋友们大家可以打到弹幕上 你觉得这个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能上 朋友们 大家你们觉得 其实对陈墨雪 这种红色灯牌的 基本上回答的 基本百分之百准确率 好吧 大家要记住 这就是机球时机 批长当中的速度 你们看到小村搓的是比较省力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既省力 又有质量 又有速度 又合得上力 又能借得上力 是因为我找到了球的上升器 来大家看看我的批长 是不是找的是上升器的过程 它能够搓上 为什么大家搓失误呢 大家看看 有没有感觉现在机球点怎么样了 太晚了 机球点晚的时候 你会明显有一种搓不出去的感觉 搓不动的感觉 机球点晚的时候 它为什么不适合叫批长 批速度 机球点晚的时候 大家记住 大部分所有的球 无论是搓球 无论是拉球 只要是机球点晚了 它适合加的是转 适合加的是保险 适合加的是稳定 不是加的是速度 你们自己想想正手拉球 拉球 比方说我现在去拉前冲 我要找哪个点 我要找的是差不多下降初期 高点期的时候 这个点 我去拉前冲 那朋友们你们自己想想 那高调呢 什么是高调 当机球点掉的晚的时候 下降的中后期 来这个点 我的 朋友们这个点 甚至这个球都已经快掉到台面以下了 这种球我如果去拉速度 去拉力量 去拉前冲 它能上台吗 上不了台 所以说我拉高调的目的 多加摩擦的目的 都是为了先上台 那所以说如果在搓球当中 大家你们一旦遇到这个球 可能掉到了下降期的时候 你看看我的处理方式 来你看看 我根据不同的击球点 不同的处理啊 我能找到上升期 我来得及 我借着上升期的力量 给出了速度 来大家再来 大家看 朋友们 我现在是怎么去处理这个球的 当我感觉这个点晚了的时候 我不再去加力量 我不再想去搓速度和突然性 那我所搓的是什么 我刚刚运用了两种手段 第一种 勾着搓 或者撇着搓 我在搓什么 我搓了一些侧旋过去 我变化了一下搓球的旋转 第二个 大家也看到了 无论是我勾着搓的时候 还是说点完了 撇着搓的时候 我在变化什么 我在变化落点 我把角度可能搓得好 落点搓得好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 你们搓球事物的第二个原因 你没有根据搓球时候的 不同的击球点 这种不同的击球点也是来源于你对于一个球的反应的快慢和脚步到位的快慢 到位快反应快 找到上升期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有两种选择 我可以赶着这个上升期顺势一批球快 也可以故意等到下降期 去变化一下节奏 但是你如果反应慢了 到位晚了 一旦到了下降期 你只有这一种选择 就是要稳搓 那这种稳搓 虽然力量不够 速度不够 突然性不够 但是我们可以从旋转上下手 我们可以从落点上下手 这就叫合理性 明白了吗朋友们 所以说很多球你有没有发现 自身在比赛搓球的时候 它是不合理 你没有根据不同的击球点 做什么样的事 所以说你的拉球 你的搓也好 可能甚至你的拉球也好 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失误 大家能够理解的 弹幕上666扣一步 我刚刚应该给大家说到了点 我觉得咱们直播间 应该是有很多的球友 在搓球批长当中 是因为处理的不合理 没有根据不同的击球点 做出相应的调节 从而造成的搓球的失误 大家你们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个问题 不合理啊 你合理才行 你不合理就算 这跟你的动作的问题无关 是不是 好那咱们再去说 第三个点 批长当中 既是提升旋转 既是压低弧线 又是能够提升质量 靠的是什么 大家要学会充分的利用 台内短球 上半身重心的力量 来大家你们去看一看啊 你看我在搓的时候 我为什么手上那些乱七八糟多余的动作没有 我的动作整体是比较简洁的 为什么并且我脱过去的球都很低 也很快 且大家并没有感觉我有多么的用力 是因为我注重了非常好的合力感 什么叫合力感 一个是刚刚小孙说的上升期 你所借到的力 第二个就是你的上半身身体在前压的这个过程当中 既是向前又是向下 对吧 向前能够带来什么 带来我们给予球更多向前的力量和速度和底劲 你搓过去的球有劲 搓过去的球顶 搓过去的球长 那同时它又是一个下压 那这种下压它有个什么好处 它能够更好的带动于我们手上的动作 为什么你看 我身体下压了 你看我现在可能没有刻意的去做手 只要身体压 我的手掌我身体上 它也自然就会下压 我不很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不可能这么做 身体压 手往上淘 你反而现在觉得啊 这种动作的变形会难受了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你容易出现动作的变形 我学一学 你身体没上进来 你重心前压的力没有做到 所以说才会运用到手的变化 手的变形 那所以说我们要把搓球 这个下动作上面下切的过程 你更多要做到是一个身体重心 前压的过程 是因为有身体重心的前压 从而手上被带动着顺势的下切 你要体会的是这个感觉 你要能够感觉你的搓球 是靠身体给它压出去的 那你就厉害了 你就说明搓到夹了这个球 你如果感觉是全靠我手上的动作 给它跺出去的 靠手上的动作 给它劈出去的 靠手腕给它甩出去的 那你的搓球一定是有问题 搓球台内小球 更要注重身体的力 因为越是台内小球 对于控制的要求越高 明白吧 所以说一定要利用好身体的前压 既是向前给予球长度 又是向下压 压低了球的弧线 避免了手上动作的一些变形 也从而是给球增加了更好的控制 包括反手 大家去看一样的 身体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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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说你看 在球上升期的时候 球上升的过程 我的身体同时带着我的拍子和手 做了下压的过程 一个往上升 球往上升 身体和手往下压 这就形成了什么 这就叫形成了合力 合力的意思就是球的运行方向 和你的发力的方向是相反的 相反的力量 一个往东一个往西 同时作用到一起 这就叫合上力了 那所以说搓球合上力是关键 不是说发多少力是关键 明白了吗 所以说大家再去练习 要找的是上升期的时候 身体顺势前压 你看看 上升期顺势前压 上升期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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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时候其实你搓出去的力量也很好了 手上对于球更多的是什么 对于球的是控制 对于球是稳定 但是大家想想为什么你们控制不住 因为你们的手是用来负责加力 又要负责加转 那请问你的手何谈控制呢 是不是 那所以说你看 我们是靠什么发力 靠身体的发力 上升期借到了力 产生的合力 手上既是一个瞬间的抓拍子 给于球更好的旋转 同时对于球更多的是什么 是控制 所以说我的搓球 你们看到为什么不太失误 且质量高 速度快呢 是因为我的搓球身体的力给到了质量 手上对于球进行了调节和控制 所以说又稳且又有质量 明白了吧朋友们 所以说你要练搓球练的是这种感觉 而不是你现在很多球现在练搓球这样的 对吧 是这个感觉吗 大家在练搓球的时候 你看 速度其实也不快 质量也不高 没啥隐蔽性 没啥突然性 稳定性也不行 学到了吗朋友们 毛色顿快 对不对 包括很多球你说练这个反手搓球 我也学一学 很多球练反手搓球怎么搓 你大家看好啊 是吧 我们要的应该是什么感觉 上升期 下压 上升期 下压 上升期 下压 我的我的 上升期 下压 上升期 下压 上升期 下压 你看 上升期 下压 上升期 醒悟了 毛色顿开了 是不是啊 朋友们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 大家这是在搓球当中遇到的问题 比较核心的东西 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就会搓球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搓球才有可能 有感觉 要不然你光练手上的发力 永远练不好 来 跟大家互动一下 有没有收获 朋友们 刚刚跟你们讲的这些东西 学到了吗 学到了吗 朋友们 还可以吧 有启发吧 跟大家互动一下 应该是能够学到 学到东西 因为刚刚对于搓球啊 是基本上每个球友在不同阶段 他都需要练的东西 这个搓球 包括这个批长 这是你无论水平从哪个阶段 学了攻球 开始学拉球 你肯定要学搓球 对不对 再到奥运冠军 他每一个都很多球都需要通过搓球 去控制 去批长 所以说是不同水平 都要无时无刻 甚至都存在的技术 一定要多练 这个技术一定要多练 这个搓球 加油点到三万 感谢大家 好不好 并且很多就说对于新手 包括基础不好的好练嘛 朋友们好练 来 我再给你们试一个啊 刚刚你也看到小村是右手 我现在拿左手 我不仅拿左手 我拿左手直拍 我是右手横拍 但我现在我拿左手直拍 我去体会这个感觉 因为我左手又不太会打球 我左手不太会打球 真的不行 好不好 那我试一试 我就现在做到第一个我要去找这个上升器 第二个我要做到上升器的同时 身体重心带着手去前压 我可能不太会这个动作 但是我要体会这种合力的感觉 你看 错了还行啊 错了还行 哎 朋友们你看 上升器前压 哎 sorry sorry 啊 上升器前压 所以说不用担心 好练 好学 很好练 很好学 好不好 所以说你 我的左手又不 基本上不会打球 真的 我左手又不 基本上不会打球 好吧 等会儿会 等会儿会跟你们说 这个再说白短 好吧 那这样的 所以说朋友们 大家你们要记得 想把乒乓球比赛打好 真的叫打好球 一练什么 一练发球 二练什么 二练搓球 三练什么 三练拉高调护圈球 综合原因 都是目的 为了把旋转练好 你能够具备 制造旋转 和克服旋转的能力 是你在比赛当中 提升稳定 还能提升旋转 所带来的 机球的质量和威胁 最大的保障 乒乓球比的 不一定是速度和力量 对于业余球友 比的一定是旋转 谁能够做到 在旋转的基础上 还能够做到 又有力量 又有速度 那厉害 那如果说旋转 做不到基础 那你过去的球 你的力量和速度 只会给你造成 更多的失误 它不会帮助你得分 明白了吧 真的 业余球一定要这么练 好吧 希望大家能够 把刚刚小孙跟你说 能够有一定的吸收 好不好 我错的都是短球 那不然呢 那不 你不然呢 球友们 好不好 不能跟他们杠 一杠等会我又急 来 客服上上吧 好吧 那这个 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给大家去讲讲这个白短 去告诉大家一些白短的感觉 包括很多球 我知道你的问题 人家队友发长球 我要真要搓的话 我们要什么感觉 好不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短球的一些主动的批偿 那或是咱们再去说一说 对于白短 对于球泄力的感觉 好不好 那OK 小伙们 那接下来这个时间 朋友们 这两天给大家就做一件任务 729品牌落地推广活动 什么叫落地推广活动呢 来 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 大家去练旋转 去练摩擦 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海绵软一点 你们如果去选择任何品牌的器材 海绵别太硬 会帮助到你体会到打透 和吃住球的感觉 胶皮要偏黏一点 拉球旋转可能会 包括搓球的旋转 发球的旋转 你可能会更好体会 好不好 那我现在给咱们直播间的球 来薅个羊毛 昨天晚上干了110弹 今天还是继续 这张套胶 国货友谊729品牌 大师套胶 在我们直播间 做落地宣传推广的套胶 那这款套胶 来简单 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个 这款套胶 非常具有性价比 因为它是一个双片装的套胶 第二个 这个套胶里边有两片 这两片 它是同颜色 一模一样的 首先黑色胶皮 它是粘性胶皮 粘性非常好 并且729品牌 作为在72年9月 研发了第一个粘性套胶 所以说 它的胶皮的粘性是非常好 它既是研发的粘性套胶 又叫具有粘性 海绵还能有弹性 满足呼圈和快功的套胶 所以说 这张胶皮 不仅胶皮粘 耐用 耐打 抗氧化 并且它的海绵 正手 黑色蓝海绵 它能够更加的让大家感受到好控制 相对于的和狂飙相比 更加的软弹 好打透 对于发力的要求不高 然后呢 更好的也通过海绵 提升含球感 摩擦球的感觉 也更好的体会到发伤力的感觉 这是正手套胶 好不好 反手套胶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也一样 反手是红色的 这个红色套胶一样的也是双片装 红色胶皮也是粘性 海绵呢 也是高密度海绵 免贯油的内能海绵 对于反手来说 搓球的加转 反手起下旋 包括反手练习快思的摩擦 包括对于你发力的一些指向性 发力的旋转 主动的发力 你能更好地做到心中有数 越练 手上越有感觉 那这两张套胶的硬度说一下 黑色 729的度数 换算成红双写的狂标 再结合于是蓝海绵 大概是红双写的38.5到39度 反手红色 相当于红双写狂标 大概37度 这两张套胶你们有需要的 无论是你们拍两张黑 还是两张红 来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就以黑色为例 在官方旗舰店 两张这种双片装的套胶 大家售卖价格是128 729官方就在我们这部间 做了贼刺激的活动 就是这张套胶128 他给你捡了个活动 99块钱 但是99块钱 你买了两张黑 很多朋友说不想要两张黑 我想要一张黑一张红 然后所以说729的官方 就说别一黑一红了 你们拍两张黑 729官方再送给你两张红 也就是相当于一号链接 今天晚上还是70单 有需要的两张黑色 再送给你两张红色 也就是咱们师傅间 99块钱 他把倒入四张套胶 99两黑送两红 两张还得给你先做了优惠 在两张做了优惠的机会下 还得再送你两张 729给大家做到了99元 四张 明天给大家包邮发货 昨天下午刚刚到货 最新日期的套胶 你想囤放 你可以放个两年都没问题 你想拿出来打 最好用的时候 胶皮粘性又好 又更加的耐用 又特别的耐打 来小黄车一号链接 先甩个四十单试试水 好不好 咱们现在小黄车一号链接 甩个四十单试试水 一号链接已经给你们开价了 99一号链接付款成功 到手两张黑色 加两张红色 共计四张胶皮 很多就是说这比 那这胶皮打比赛能用吗 朋友们 729是提供给国家队 品牌的套胶 所以说再加上 这每张套胶 左下角大家都能看到 这里有国际拼联的 认证标志 所以说有国际拼联认证 既是大品牌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朋友们 729研发年型套胶的时候 红装起狂飙 还穿吊不失呢 你们放心就好了 729的胶皮真的是耐用耐打 相比于人家是找谁是哪个明星代言 增加了胶皮的宣传力度 同时呢也增加了胶皮的 包括底板的成本 大家买起来就贵 那729谁也不找 那他做了个什么活动呢 与其找谁给他代言 花更多的钱 让业余求友也同时多花钱 不如咱把这个钱给业余求友减下来 让业余求友少花点钱去买到大品牌 一些好用适合大家用的套胶 朋友们抓紧时间拍 好不好 朋友们 最近这段时间晚上 我们可能就今天最后一晚了 这个套胶你们有需要的 请赶在今天晚上吃 今天晚上把这个胶皮买好 因为这个胶皮我们连着做了四场 四场我们可能就差不多做了 接近1000单的套胶 这张套胶我们一共这一次就八九百单 后面我们还都有其他用的 所以说这个套胶 我们今天晚上和昨天晚上连续两晚 给大家做这个活动 已经够可以了 没有更多了 好不好 不跟你讲 这是良心价 当然了 这是正好八景的良心价 朋友们 小黄车一号链接 买两张黑送两张红 这两张套胶 来我那个板的 给大家看看 很多学生说 这两张套胶好不好打 年性好不好 摩擦好不好 朋友们 我现场给你们试几个 现在已经30单了 朋友们 已经一半了 已经一半了 两分钟就一半了 朋友们 你们有需要的 甭犹豫了 为什么 我这么可以很负责任 告诉大家 现在我给你25 我给你30 来 你去 你去其他平台 我给你个要求 你给我买个张 大品牌的套胶回来 你给我买一张既是大品牌 还得能够业余球 打起来真正还不错的套胶 你能买得到吗 你买不到 什么年代了 还25块钱 30块钱买套胶 要不是七二有做这个 咱们业余球有广大人民群众的 落地推广活动 请问现在这个年代 你上哪能够花100块钱 买四张套胶 现在一张 这个红黄洗的浦狂 最便宜都100块钱 110 120一张 你说什么年代 25块钱买套胶 但是99四张 平均一张就25 做这个活动非常便宜 这个套胶别人 进货价都要小40块钱 咱们直播间25 比进货价都要便宜15块钱 为什么 官方就在咱们直播间 整个729品牌 我是唯一一个只做729的 再加上 我又不卖其他的杂品牌 再加上 我只推荐729 再加上这张套胶 729 在所有平台 所有主播当中 小孙的流量最大 所以说这个活动 仅限于小孙直播间 做出的宣传 全网全平台 只有我有这个 这个活动的权限 好吧 来 我给你们试打试打 来 给你们看看 觉得这个胶皮很破吧 这就是个大师套 用了两年半的套胶 两年半的套胶 已经干成这个样了 很多就是说没法用了 你是觉得没法用了 看起来好像没法用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你打起来还能很好用 你该发力的时候 退到中眼台 它整体的弧线发力 你们自己看 大家你们感受 别乱 大家自己感受 看一下有没有打断 看到了吗 朋友们 这个就是已经用费了 两年半的套胶了 到现在 两年半了 还能这样 包括来 咱们再给大家练 搓球 接下来要跟你们讲 稍微说说摆短 你看那对于球的控制 对于球的稳定 对于球的摩擦 包括我去拉一个 sorry sorry 包括我去拧一个 包括我去皮场 来拉几个下去 大家看一下 用了两年半打滑的套胶 送给大家都不会用的品项 所以说你想把这张套胶打得真没法用 我还真有点不太信 特别的好用 好打 我刚刚示范的是用 破成这样的大式套胶 朋友们 生产日期呢 前天刚到货 前天刚到货 怎么贴 你用有机胶水也可以 无机胶水也可以 胶皮两遍 底板一遍 朋友们 自己去打球 如果说自己拍子都不会贴 你怎么叫打球 打球你不仅要管好技术 你更要管好自己器材 你总不能一直打那种红双写 三星四星成品拍吧 对不对 你总不能让别人永远都是别人给你贴拍子吧 你都要学会自己贴 胶水我们也有 对吧 你们需要自己拍 我干了80单了 朋友们 现在我们一号链接已经干了80单了 来客服 今天晚上就最后一天嘛 反正给大家加到100单 好不好 现在我们今天晚上已经干了80单了 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加到100单 需要的抓紧时间拍 可以灌油 但是没太有必要 但是没太有必要 朋友们 你自己想想 能够随随便便 一卖就100来单 一卖就100来单 可想这个胶皮 大家用 你包括看看销量底下是多少 好几千吧 大几千吧 是不是 一单等于四张套角 那五六千单 你自己想想 换等于多少套角 三四万张 很好用 大家你们用这个去练摩擦 去练发力 去练搓球 包括去练练一些感觉 我觉得既省钱 又高效 又受用 又适合大家用 一距离100单 最后9单 你们买着就买着 买不着 我不管了 我讲课了 朋友们 我不管 我不管了 你们拍就拍 不拍算了 我现在去讲课了 最后七八单 反正今天晚上 我给大家一共 放出了100单出来 我让小曾给我 放了100单出来 最后的8单 你们拍就拍 我差不多要准备下播了 朋友们 我今天放出了100单 五分钟的时间 干了 已经80多单 90单了已经 当然肯定 刚刚也有一些 没有付款的球友 很正常 好吧 这是肯定很正常的事 好吧 带支付有20个 有20个没付款的 你给我提掉 这是干嘛的 这是 怎么有20个没付款的 你提掉 然后你库存拉到100单 咱俩继续回来讲课 咱俩回来继续讲课 好吧 因为这两天 这个工作人员都有事 小曾在这帮忙 给大家上了链接 好不好 对 你就上完 咱们就不用看电脑了 来 我现在继续讲课 我现在说一说摆短 摆短这件事 朋友们 我就给大家第一个感觉 很多球 你们 敢不敢于 不使劲 其实我现在教很多白 球友摆短 什么意思 为什么问了大家一句 你敢不敢 给 不给劲呢 其实什么感觉 其实我把拍子往那一放 它就过去了 我的 来 大家看 我把拍子往那一放 它就动 但是很多球一开始 是不具备这个感觉 那你们应该怎么练 大家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给你们学一个 大家手上 你可能感觉动作不大 也没使多少劲 但是你就是控制不住这个球 这个球它就是会出台 你想摆短根本摆不了 就算有的时候有机会摆短 你都摆不了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 没问题 你想练摆短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练 我教给大家 你可以把你的搓球的方向 适当地向你的外侧 反手也是外侧 正手也是外侧 学会向你的外侧去泄力 你如果说要去那啥的话 想去体会摆短 想去体会对于球的控制 你们要练的是一种泄力感 四张胶皮99 吓不吓人 很多学都不信 好不好 来 我给你们做一个 我就给你们做一个 来 你看 一 我再做的多一点 再做多一点 再使点劲 来 你经常放 sorry sorry 朋友们 咱们别说谁摆短的动作小 我摆短 我就刚刚这个示范 摆短一定是因为 你动作要小吗 你一定力量是一定要多轻吗 我觉得不一定 就像刚刚 你也看到我在给劲的 我动作也肯定比大家要大的多 我就是打个比方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摆短呢 反手也是 反手他有的时候可能稍微不动 他就出台 但是我多动点 出台了吗 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大家 搓球 在摆短 虽然在比赛当中 大家觉得不好用的出来 但是摆短我们练的是一种什么感觉 泻力的感觉 刚刚小孙指的这种向外侧的发力 主要就是指的什么呢 向外侧的力量 就是说一个减少向前力量的过程 大家有的时候动作小 还出台 是因为你们虽然动作小 但是整体的方向是往哪里 是往前 但是刚刚为什么小孙动作大了 反而没有出台 是因为我的力量是在往侧 问题是在这方面 是因为我在向侧面给劲 而并非是在向前给劲 这个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在搓球 你需要去体会到的感觉 好不好 那所以说我们在搓的时候 大家你们去看 有的时候咱往前 就算动作小力量小 你一旦控制不好 你就会把这个球给顶出去 你哪怕已经很小心的控制 也出台 所以说我们要敢于什么 向侧面给点劲 并且大家要知道 你想让这个球往前跑 因为什么往前跑 你搓的时候 越搓球的正后方 球越会往前跑 动作越往前 球会越往前跑 那我们怎么让它不往前跑呢 我们搓球的时候 要敢于搓一搓球的侧面 且把你的发力方向 要适当地向侧面给劲 即使增加了侧弦 增加了摩擦 减少了撞击 并且我们现在的力 都是在一种什么力 一种能够减少这个球 向前的力 这个球向前没有力了 不就等于短了吗 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说短 不一定说我们足够的轻 也可能是换了一种方向去发力 换了一个触球的部位 换了一个发力的方向 让这个球减少了向前的力 而并非是大家说的只靠轻 因为你只靠轻 很多球只能去依赖于什么 它的手感 一到比赛的时候 稍微一紧张 你摆短很有可能摆成这样 马龙摆短都是向前发力 你要不要问问马龙啊 你要不要问问马龙 是向前发力还是向侧发力 来我学一个马龙的摆短 来你 对对对对 他这是向哪发力 是啊 他不可能这么 他不可能这脚外啊 练挖勇呢 这是 对不对 所以说来 这难道不是右前侧吗 你发个左侧旋一样的 难道这不是右前侧吗 难道我摆的时候 我不是搓的球的偏侧面吗 哥们 你可别动不动拿马龙来压我呀 这是原理 这是科学 谁来了都没用 朋友们啊 这个谁来都没用 什么时间发货 明天发货 批长也可以这样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刚刚我说为什么往侧 往侧是减少向前的力 批长是干嘛 批长是增加向前的力 你肯定不行 是不是 OK 再说摆短的第二个问题 摆短 我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个 你们看看为什么失误 朋友们连着四到五个下网 为啥呀 大家你们觉得问题在哪 大家你们觉得问题在哪 中午一点半 你们觉得我刚刚摆短的问题在哪 大家可以在弹幕上说一说 为什么我一摆就下网 对 还是那个 击球点 击球点晚了 对不对 来大家去看一看 现在我能摆上是什么 我击球点早 我击球点晚了就不行 为什么 摆短 它不是叫搓短 搓短是什么意思 来我给大家看看什么叫搓短 这叫搓短 这是靠什么 这是纯靠自己的手感和对于力量的控制去搓的 摆短是什么 先借力 再泻力 刚刚为什么我直接下网了呢 你力量都没有借到 刚刚找到的可能是个高点器了 甚至下降器 球都没有力量了 我借不到力量了 我泻哪去啊 那我一泻力不就更没劲了 明白了吗 所以说击球点要早 找那个起跳点 你只要能够找到这个点 你就能够摆得着 先借到力 这种时候我们再向外侧去泄力的时候 它能够怎么样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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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才能够更好的落台 不会下网 如果说击球点满了 咱们力量都没有了 你再往前泄力的话 再往侧泄力的话 就不行了 明白了吗 先借力后泄力 其实这个技术跟哪个是一样的 大家你们经常说的龙对 或者马林那个侧切 其实是一个道理 我给你们先拿直拍切一个 你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侧切是什么原理 不就是先借到了力 又向侧面卸掉了力吗 大家想一想 这个侧切如果我要做到 如果说我往前能行吗 上升期我往前 朋友们 不行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球 我先你给我拉个高调 稍微短一点 我等没劲了 再往侧泄力 能行吗 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说我必须要怎么办呢 又要找到球落台的上升期 起跳点 在球刚跳起来的时候 那么时候呢 是最有力量 借到的力量也最佳充分的时候 顺势向侧下方做出了泄力 来我往中央站着 来 你看 对吧 sorry 是不是侧切就这意思啊 朋友们 没错吧 那如果说我现在再去用这个横盘 一样的 如果说我往前呢 朋友们 它肯定飞 等球没劲了 我再往侧呢 它根本往都过不去 对不对 所以说我要先要借到力 又要卸掉力 你看 借到力 卸掉力 上升期向侧下 上升期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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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是侧鞋吗 这不就是侧鞋吗 朋友们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对不对 那所以说朋友们 这个它就是一个很关键点 包括很多秀友问 正手你会不会侧鞋 正手在比赛 基本上没太有侧鞋 但是呢 你如果硬要来 你别说这个我还真是个 这个手上我还真有点活 朋友们 大家看 我的 原理是一样的 没事 你拉我 也能切 所以说原理是一样的 它只是用的合理和不合理 舒服和不舒服的事罢了 那所以说摆短不就这个意思吗 上升期 泄力 来咱再用这个 咱再摆几个 大家想想不就是这个 不就是这个原理吗 大家看来 上升期 往侧 上升期 往侧 上升期 往侧 既切点 既搓到球的偏侧面 又往侧给点震 上升期 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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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 不就这意思吗 朋友们 这是不是更好摆啊 这样是不是更好摆 朋友们 正手当然可以测写 只不过 没那么有用而已 不太实用而已 好不好 来我再拿直块摆两个 来再拿直块摆两个 上升期 往侧 对吧 上升期 往侧 我的这点晚了 上升期 往侧 点再早一点 上升期 往侧 对吧 来你给我 这个 来给我发个半高 这个球 朋友们 来 我跟你们 来一个 我 稍微 稍微 是不是一样的 上升期 往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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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尴尬 再来一个 来我 上升期 往侧 上升期 往侧 对吧 再来一个 上升期 往侧 这种 你不偶尔翻个车 直播是没有任何节目效果 是不是 这个其实朋友们 这个是很练的 大家你们去看这个训练内容 是基本上专业队必练的训练计划 这就是练什么 白短最难的就是找点 你能不能去找到这个上升期的合力点 这个一定要练 大家你们可以去试一试 当这个点你都能找到 这种球都能控制好的时候 朋友 你再去摆短 真的跟摆着玩一样 好 来 我再来几个 大家你们去看 这个你要能够找到 真摆短 真的跟摆着玩一样 全都两条 来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来 再来一个 抓力 刚刚那个球算谁赢啊 朋友们 我想知道 大家这个球算谁赢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刚刚这个球算谁赢 来 再来一个 大家你们看 这个球算谁赢 再来一个 发这来 大家你看 这算谁赢 朋友们 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这个球算谁赢 我都不知道 我也从来没敢 没敢在比赛这样玩过 他说在我的拍子上弹了两次 来 你从这边发 大家看看 我感觉我的手感不至于这么 在拍子上两跳 大家很多球就觉得在拍子上两跳 来 你们看看到底是几条 你看看在拍子上几条 有跳过吗 球 朋友们 球在我拍子上连跳都没跳过 哪跳了 你告诉我哪跳了 如果我要这样 那肯定是你们也 那如果说我一跳都不跳呢 直接粘上去了 我可没跳 这有两次的声音 再来一个 我怎么没听 我再听一听 难道有两次的声音吗 这个是有 再来一个 这个什么没弄好 这个可没有啊 这个算谁啊 这个可一点声音都没有 你三个被我摩擦 对吧 这个算性 我到手上了 对吧 我这叫摩擦 充分摩擦 到手上了 擦擦擦擦擦 我不给大家闹了 很难 这个真不好弄 这个真不好弄 好吧 我也不知道谁赢 反正赢不赢的吧 反正就算输了 搞一下对方心态也挺好 如果说现在十比一领先 我觉得这种时候 我可能会这么干 好吧 就是跟大家 闹着玩点 这个就是给大家 弄着玩 好吧 赢了也好 输了也好 就是一种娱乐 说白了 朋友们 这个就是练练手感的 大家你们不信 试一试 你能不能就是说 球跳起来啪 你真的就粘在板上 你别停 你别停 这个你得试一试 你如果说你想轻 这个就是练什么感觉 这个就是泄力 你看 这个就是对球的泄力感觉 这个就是泄力的感觉 红色质量一样 朋友们 就算我现在 加上旋转更难 加上旋转的话 朋友们 这种一碰就飞 那我斗胆尝试一下 我这个是确实太难 你们不一定试一试 加上旋转 还要挺 这呲呲在上面滑 哎呦我天 太难了 哎 朋友们 看球还在上面转着呢 这个更难 好吧 这个真的是更难的 朋友们 这个加上旋转 你要能够 挺得了 泄得了力 朋友们 大家可以试试难度 大家可以试试难度 这个相当难 好不好 这招交汇来一单 这招交汇的话 朋友 你得买一车 朋友们 买一单不行 你得买一车了 这个大家你们试一试 这个平常很练 对于大家手上 感觉是很有帮助的 你不用去加上旋转太难 你就直直打起来 看能不能落了拍 你去泄力 你能不能把力量泄了 感觉跟粘在你拍摄上似的 其实这个是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泄力的感觉 这个就是泄力的感觉 这个东西一定要练 真的我个人感觉练练还挺好的 乒乓球还能上点吧 没有球啊 今天现在没有球 买 教会就买买买 开玩笑啊 大家买东西跟技术无关 大家你们需要则排 不需要不排 没关系 好不好 换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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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左手的手感 就不像右手一样了 哎呦我的妈呀 都不协调 不行 左手可不行 我试一试 左手不行 左手我的协调性 就太不行 左手比较困难 好不好 胶皮有粘性是可以 没粘性就毁了 好吧 以前买的打完了 你可以回问问客服 你需要你就联系客服 因为没有太多 我也不敢卖 好不好 那剩下的时间是我们 这样 我先确认一下 刚刚你们拍子 这个胶皮都拍好了吗 应该最近这段时间 这个胶皮也没多少 你们如果说 有需要拍的 99 两黑 官方再送两张红色 两张黑送两张红 如果说你们有需要的 抓紧时间拍 朋友啊 这个活动可能今天晚上 过今天晚上已经给大家 彻底放开了 你们需要抓紧时间拍 近段时间晚上 不一定再会给大家 上这个活动 这个跟直昏拍没啥关系 你换直拍是一样的 你换直拍是一样的 和你直昏拍没啥关系 质量一样吧 当然一样了 他又不是说买两张好的 送你两张次的 他们是一样的 好不好 那我就不再多说了 你们需要拍好了就行 对都是粘性的 好吧 那剩下的这个时间 朋友们 这样 我再跟大家这个 稍微说一说拍子吧 好不好 球拍呢 是这个情况啊 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小村手里的这只底板 算是我们这个小村自己本人的比赛版 但是先给大家说好 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晚 因为这个拍子 要给大家搭配的胶皮 都已经全线断货了 好不好 都已经没货了 今天晚上也是最后一晚 你们有需要的 真需要的 前两天或者再犹豫的 趁今天晚上抓紧 先简单说一下 这个拍子 我拿两个新的 这个底板是咱们国货友谊 729的金标 它是一款7层的外置碳速底板 同时又是咱们729品牌 目前的天花板和顶配底板 那这个牌子 7层外置碳速 你们先听听声音 但是你们应该听到这个板 好像没有这么的刚硬 更加的偏软弹 没错 因为这个底板 它底里边头目大星 阿尤斯的利材 它的表面呢 它是一个桂木的面材 里边的碳速 是一个黄方碳的纤维 所以说整支底板呢 它是一个7层外置黄方碳 跟蝴蝶的有款底板 叫CNF印象当中 对吧 那个底板差不多 也是外置桂木的 卖你们2000多 差不多因为这个桂木的底板 便宜都不会便宜 但是为什么贵 为什么好 所以说 这块牌子我推荐的原因 作为外置碳速 它首先保证了 大家中进台出球的速度 有一个更好的借力打力的感觉 第二个 外置底板 毛毛 比方说像蝴蝶 我没有说蝴蝶不好 我从小也是在打蝴蝶 很正常 蝴蝶的底板 是扣头面材偏多 蓝方碳偏多 碳速和木头 以硬的感觉为主 所以说它的那种块 不仅是外置的这种结构 更多的是 加上更硬的木头 和更硬的碳速 所以说就会导致大家 你们除了感觉弹性之外 没有对于机球的控制感 摩擦感 稳定感 并且你也没有这种 发力 能够打透的透板感 所以说这块底板 我为什么推荐 桂木的面材 轻也软 既方便了整支球板的 正反手转换 手指手腕的压力 既降低了拍头的重心 达到重心的居中和平衡 第三个 再加上桂木是比较软 能够更好的从搓 拉 发球当中 提升整个发球 和拉球触球的摩擦 手感的积累 整体球块的容错率 它就会高很多 第三个 这个碳速是黄方碳 更加软弹 在大家发力的时候 一能更好借到力 第二 这个弹性不会是虚弹 不是那种不受控的弹 再加上你在发力的时候 黄方碳入门门槛更低 你在发力的时候 更加打透 好打透 更加的体会到 发力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 我没有觉得这个 它和蝴蝶一定谁好谁坏 但是为什么有的 就会在我们商品的评价当中 说这个底板 感觉比他维斯好打多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不是说谁好谁坏 更多的他觉得这个板 他能够控制得住 他不仅满足了外置碳速的速度 他还满足了自己原有良好的底板的控制 稳定和好发力 所以说他觉得适合 他觉得舒服 才给予了这个牌子这么高的评价 当然这只牌子 作为729的天花板 我觉得能够有一些这样的评价 也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牌子确实做得很好 那我们说一说活动 这个牌子729顶配了 官方卖的比较贵 1380 那种价格我是碰都不会碰 我接受 我都接受不了 更何谎大家呢 那咱们这部间是这样的 其实呢给大家做了个活动 899 大家肯定还觉得贵 但是这个牌子给大家搭了两张套胶 这两张套胶分别是咱们国货友谊729品牌当中 正手是729国特助奔腾 它是一款年性的套胶 高密度海绵 目前正手729系列当中 可以说是顶配 年性又好 海绵底劲又足 海绵上带着拆呢 这个表演 这个就是国特助 729正手胶皮的顶配 也不用灌油 也不用灌胶 大家无论后续的粘贴 还是说你后续的使用 你会觉得发力门槛又低 底劲又足 并且特别的耐用和耐打 粘贴球盘比较省事 正手黑色 反手呢 是729国特助闪现 国特助闪现是一款色性套胶 海绵是蛋糕海绵 硬度跟蝴蝶D05一致 它的速度弹性 包括它的海绵的支撑力 比传统大部分的蛋糕海绵都要好 这两张套胶也算是目前729正反手 胶皮当中的顶配了 那所以说好马配好安 这支底板再搭配正手729 国特助奔腾加国特助闪现 两张套胶给到大家 现在这两张套胶 你们现在在某宝官方上去买 正手是190块5 反手也是190块5 好像现在反手卖的还更贵 两张套胶加起来是381块钱 这两张套胶直接给大家粘好 899底板带胶皮 这就你们如果说729 你想啊你最好的是 底板胶皮都要最好 那就这一套 就这一套 我自己目前比赛的手板 在这个情况下 再给大家每个球友赠送一个729的牌套 硬壳的葫芦牌套 不占地方 用料很好 里边的空间又很大 再给每位球赠送一双咱们729 非常舒服 打球休闲运动 我们直播间百分百好评率的 毛巾底毛巾袜 一盒729的有封全云会的三星球 再加上两条拍子的护边条 两张胶皮的保护贴膜 一个打磨拍子的打磨砂纸 打磨棒 一共就是899 小村手里全套 很多时候你现在在觉得划不划算 这两张胶皮明码标准 你在任何地方买 它都是38090块钱 如果这899 你再把这38090块减掉 相当于这个底板你就400多500块钱买的 那400多块钱500块钱买这是一个什么价格 相当于你就是购买了一支斯迪卡CLCR一款纯木的价格 那你觉得CLCR的纯木跟这个相比的话 你觉得谁强谁弱 谁的性价比更高 谁的性能综合性能会更好 谁的上行更高 那我觉得肯定是它更有性价比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就相当于大家可能本来你去买CLCR好呢 但是还是买这个好的 我觉得很多球在这么去衡量的话 一个纯木的套装的配置 其实在我们直播间拿走这么一整套 T29正儿八经底板和胶皮全都配到顶配 那我觉得这一套性价比非常高 今天晚上给大家说好 一共12支球 不对不对说错 一共6支球板 今天晚上一共可以给大家满足6到7单的球板 因为我们的胶皮一共就还剩8片 我们肯定要至少自己预留一片 赠送的套胶 我们反手的国特助闪现 一共还剩8张 送完为止 现场下单 小孙在直播间 现场为大家一对一挑选底板 一对一刷胶 粘贴胶皮 现场帮大家胶皮剪裁和切割 粘贴好 切割好之后 明天给大家顺风快递 包邮发货 我现在准备到对面 给你们去粘拍子 你们如果现在拍的 一共6单 这个拍子 这个胶皮断活会断多久 一个月 大概就相当于 大家可能又差不多得20天到一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 你又看不到 你又买不到 这一块729的金标了 所以说这个拍子每次拿出来 做个三到四天的活动 一百只球拍全部卖完 这次一共到了一百只 今天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已经全卖完了 已经全部卖完 今天晚上最后一晚 从明天开始这个拍子 我想卖也没法卖 为什么翻手没胶皮 我光板官方就没有活动 我总不能只给你们搭一个正手胶皮 翻手没有吧 对不对 那当然你们如果觉得可以 那也行 但是其实那肯定不现实 咱们只会先899一套 你们想要一步到位 今天晚上一共6单拍子 直拍横拍都有 现在球门不是拍子不够 是赠送的胶皮不够 6到7单拍子 无论横拍直拍 拍子数量一定是够的 胶皮不够 所以说只能有6到7单 因为我们胶皮一共才有8张 所以说最多只能给大家赠送 说满打满钻最多8套 最按照我的做事风格 有一定的保留 那我肯定要最多就做7单拍子 这7单小村现场给你们粘好 真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纠结去选择一个 四五百块钱的纯木 再去配上你的胶皮 都是800来块钱 八九百的价位 我真的不如觉得 那你们就选这个 官方做这个活动来 外置ALC黄方炭 桂木面材 你们觉得这一 这个板子的配置 这个板子729的金标 你觉得如果按照这个配置 划算下来 这个底板才400多500块钱 你觉得划不划算 一定划算 你四五百 你能买什么 七小们 你能买个红双鞋成品牌 九星牌 天机兰 成品牌 那你觉得 你这个不香吗 我就这么感觉 你买这个不香吗 兄弟们 你这么算的话 这样的配置 肯定是这一套 性价比高很多 你给我拿那个 插板子的那个东西来 我肯定都给你们张好 明天顺风 顺风发货 明天顺风发货 那个数量卡好了是吧 你 我看这一会儿 已经 三 一 我看看 你没全上上 OK那就行 横盘卖完了 你看 横盘是不是没了 没付款 那先等一下 好不好 挑攀吧 我们现在开始挑板了 好不好 给我拿把板拿过来 我要开始挑 多拿点 板子有的是随便挑 胶皮官是挑不了 胶皮快不够了 拧一下帮忙一起沾球盘 我都会帮你们沾好 一对一会给大家沾好球盘 明天会给大家发货 这个你们放心 好吧 有需要下单的时候 我们抓紧时间下单 这个光单底板的话 我们是没法卖的 官方是没有单底板的活动 然后我看一下 现在是几单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下单